大家好,我是二姐 又到了萝卜水嫩好吃的季节了 好快呀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萝卜水嫩好吃的腌制方法 腌出来的萝卜酸脆爽口 香辣开胃,又下饭 不用熬料汁,泡上就能吃 不需要用盐腌,少盐更健康 非常的简单实用 饭店里一盘要38 自己在家做却5块都用不了 实在是太划算了 我们先把萝卜的外皮削掉 如果你买的萝卜比较新鲜 那样萝卜皮就不用削掉了 留着皮吃起来更加的脆爽 趁着现在价钱便宜 我们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我们这里萝卜5毛钱一斤 多买点回来做实在是太划算了 保存好可以放两三个月都不会坏 整个冬天都有得吃 下好皮的萝卜我们放在清水中 简单的清洗干净 现在我们把萝卜切一下 切掉头尾不要 把萝卜切成小段 每个小段都对半切开 分成四份 注意看这里 先切两三刀不要切断 到第四第五刀的时候切成小段 像这样腌出来会更加的入味好吃 老人常说冬吃萝卜下吃姜 不劳医生开药方 大家知道为什么冬天我们要多吃萝卜吗 冬天我们都穿着厚重的棉袄 不喜欢运动 而且大鱼大肉也会吃的多一些 这个时候我们多吃点萝卜 不仅可以补充水分 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切好的萝卜装入大一点的碗中 注意碗中不要有油 接下来这一步就很关键了 萝卜能不能越腌越脆爽 主要是看这一步了 很多人在腌萝卜的时候 都喜欢往里面加盐 我们不一样 我们加白糖 下手抓拌均匀 大家要记住 白糖腌出来的萝卜非常的脆爽 而且不管你放多久都不会回软 拌匀 使每一块萝卜都均匀的粘骨上白糖 然后就这样腌制半个小时 期间我们可以准备适量的小米椒 大蒜 生姜块 加入一勺食盐 食盐可以帮助杀菌 加入清水 我们把它淘洗干净 在清洗辣椒的时候 千万不要把辣椒地提前摘掉 否则的话 生水进入到辣椒的内部 那样不容易保存 清洗干净之后 全部放在案板上 把大蒜切成块 不要切得太碎小 不要切得太碎小 一般大蒜切成两三块就可以 生姜也是一样的切法 将生姜切成小块 切小米椒的时候 为了不影响口感 我们先把小米椒的根地切掉 再把小米椒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小段 三种调料全部切好之后 先装入盘中 里干水分备用 接下来我们来调料汁 碗中加入300毫升的生抽 150克的山西老陈醋 再加入100克的蒸鱼齿油提鲜 最后加入20克的白醋 这样可以增加醋的复合味 使其口感更好 搅拌均匀 然后先放到一旁备用 现在我们来看看萝卜 用手摸着非常的柔软了 看看底部 腌出了非常多的水分 比用盐腌的效果还好 大家知道萝卜腌到什么程度最好吗 就像我们这样 拿起一块萝卜 选一片折叠 很有韧性 并且怎么叠都不断 像这样就行了 腌出韧性的萝卜 吃起来才最好吃 现在把萝卜放入清水中 两手给它抓起一分钟左右 所以大家不要 然后像这样用力挤一下 把萝卜里面多余的水都给它挤出来 如果一次性做得很多的话 可以晾晒半天的时间 这一步很关键 这一步关键到萝卜可以入味多少 挤得越干腌制的萝卜就会越清脆爽口 然后把萝卜片放在一个无水无油的大盆中 这时我们把切好的料头放进来 再加入少许的食盐 食盐一定要少加一点 因为调料里面都有盐味的 搅拌均匀 使萝卜均匀入味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吧 感谢您的支持 然后我们准备一个无水无油的罐子 把拌好的萝卜放进罐子里 罐子可以是木制的 玻璃材质的 但是不建议大家用塑料制品 长期吃用塑料制品腌出来的咸菜 是不利于健康的 然后再把提前调好的料汁倒进去 料汁刚好 可以淹没萝卜片就可以 接下来这一步大家注意看了 很关键哦 我们往里面加入一勺82年的高度白酒 加入白酒既可以增香 而且还可以延长保存的时间 添加了白酒之后能够迅速发酵 把原本的辛辣味都带走 使腌萝卜味道更加厚重 口感更好 但是白酒添加要适量 不宜过多 添加过多会影响咸菜本身的口感 像这样密封起来 浸泡五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使用了 浸泡的时间不能太短 否则味道不够厚重 原则上是晚上浸泡第二天使用口感最佳 浸泡的时间越长入味越透 也就是说长时间的浸泡才能出来爽脆入味的口感 看看这色泽 光看就特别的有食欲 这款泡萝卜是酸甜微辣的口味 属于复合味道的 这远比单纯的酸甜口味有滋味 所以会用到姜蒜和小米椒 增加香辣味道 吃起来更加的爽口 比较能吃辣的朋友 可以酌情增加小米辣的用量即可 喜欢吃腌萝卜的朋友收藏起来这个方法吧 用来搭配米粥、面条、米饭可都太爽口了 记得转发分享哦 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 喜欢就关注我吧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二姐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